嗨 正在看影片的你 是在拥挤的捷運里 还是深夜的街道上呢 今天在台湾 没有突如其来的炮火 也没有失去的暴力威胁 所以大家都能享受美好平静的日常 但真的是这样吗 还是其实有些人 正在承受巨大的疼 只是却会把伤口藏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呢 有些人带着创伤长大 小小年纪就遍体鳞伤 有些人因为身心疾病 孤单痛苦还遭人误解 当他们无法附和爆发时 很可能就变成让人鼻酸的社会新闻 除了感叹以外 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嗨 和你身边的人说声嗨吧 不要让犹豫等待成为彼此的缺口 现在就从你开始 用友善搭起桥梁 用对话缩短与对方的距离 这项行动或许看似渺小 然而当每个人连接着彼此 或许就有机会接住那个需要帮助的人 帮助他回到我们身边 心灵的创伤难以被看见 但当我们用嗨开启对话 用同理倾听他的感受时 或许就可以减轻一点他的痛 疗愈伤口 当然不像说的那么简单 但我们可以发挥自身的力量 透过简单三步骤 主动开口问 安静耐心听 热心资源连去帮助他们 嗨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 如果有任何烦恼我都可以听你说喔 我的朋友需要一点帮助 开口戳害安全同在 台北市政府关心您